一直有小伙伴来问我 秋天好养吗 在家都什么样的呀 今天就来说说我们养秋天小游家的一些体验 忧郁 经常懒洋洋的发呆 不知道小脑瓜里一天天想些啥 一直忧郁这张脸 好像每天有仇官的事 感觉所有人都欠她的东西了 傲娇 你叫她她听到 但可能不会理你 就是思考一下觉得可能没必要理我 就不管我了 哼 就是懒得搭理你呀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也不知道有啥开心事了 说撒欢就撒欢 看看风景也可以傻乐好久 感觉不太聪明 吃饭靠红就爱吃肉了 但不会像拉拉或筋膀那样吃起来很香 就是慢悠悠的 她想吃的时候才会吃 不想吃你怎么哄也没有用 尤其是口粮 太难了 一天24小时可以睡22小时 剩下两小时是溜完 在家你找她 她肯定就是在睡觉 睡觉 还是睡觉 就是睡哪里的差别 感觉有补不完的觉 没朋友 出门见到狗 我比她还紧张 生怕一个不留神就赶架了 而且是不打招会直接火的 虽然偶尔也会有看上眼的狗子 但大部分时候是冷漠的 唉 掉毛 优将是一到冬天就会掉毛 越冷它越掉毛 大概到过年的时候 可能就会看到一块秃了的优将 掉多久 大概也就一年两次一次半年吧 反正随便输一输就是一堆咯 但即便有很多缺点 再来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养秋田 因为 她真的很爱你 她的全世界可能都是你呀 好啦 下次再来说说养秋田的其他一些体验吧